干嘛 你想咋 你和我吵什么呢 你出去 你还干嘛吗 想咋 想干什么 叫我起床也不是这么叫的 好不好 想不和你玩什么 会去的 想干嘛 你想干什么 想干嘛吗 盯着我可以干嘛 想让我和你玩 是吗 是不是 是不是 一天早上起来哼哼唧唧 我就不和你玩 想让我和你玩吗 我就不和你玩 不服气是吗 我就不和你玩 你别扒拉我 你扒拉我干嘛 你扒拉我 扒拉我 脾气这么大 我发现你越长大脾气越大了 是吗 是不是 是不是 脾气越大了 是不是 来大家看看黑米的节奏 黑米 这是不是都是你刨的 你告诉我 你看把院子抛成什么了 这是我家院子里唯一一块有土的地方 他这么喜欢抛坑呢 既然喜欢 那我今天带你去个好地方 好不好 嗯 我有时候发现黑米是真的聪明 我每次说要带他出去玩的时候 他就特别开心 而且他好像能听懂我说的话 你看现在 跑来跑去 就一直想把我往那个我家那个大门口引呢 是不是想让我带你出去 是吗 那走 今天带黑米去个好地方 带他去捉野兔去 因为 我们村那边有一大片空地 就是空旷的 那边是准备建厂子呢 但是 已经把我们这边地收了 还没开始动工呢 所以说一片荒芜 一片空地 但是前两天我听我爸说 那边是有野兔的 所以说今天打算 带着黑米去碰碰运气 看能不能捉到野兔 看黑米有没有这个 这个技能 是吗 黑米 我要把你往猎犬这个方向发展 去后面坐好去 每次开车老是把他腿搭前面 去后面坐 再准备出发走 去后面坐好 走 到地方了 就是我 车旁边这边 一大片空地 走 听说这里是有野兔的 小黑米 带你去好好玩一下 以后每天 我都尽量带着黑米出来 让他好好浪一浪 摸一摸他的经历 然后他晚上就早早睡觉了 走 走 下车 去 去 高兴死了 是不是 看看有没有野兔 追小鸟去了 到这个地方 有一种去年我们在西藏自驾游 那种草原上的感觉 可以让黑米肆无忌惮让他跑 这边就是全是空地 都没有树了 好 我 在这个地方 要那种 听说 对 你好 还是 到这个地方 这边 你 我 选择 你 自行 留下春莹的醉 花点玫瑰 名字写错 谁敢拍起说 风吹都对 微笑在点声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 想让我真爱而退 礼物不许挑嘴贵 只要相信的落叶 淋藏浪漫的远回 不害怕搞砸一切 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 亲爱的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痕迹 亲爱的别人心 你的眼睛 再说我愿意 吃那半 做安乐咖啡 我说一杯 品尝你的美 留下春莹的醉 花点玫瑰 自己重新 跟拍起球风吹的对劲 微笑在点声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 想让我真爱而退 离不不许挑嘴贵 和黑米整整玩了一下午 哇 现在这大冬天的玩的买头大汗 特别热 我觉得每天这样其实挺好的 带黑米出来跑一跑玩玩玩 我自己也能得到锻炼 黑米也能消耗消耗它的精力 挺好以后 真的可以每天接着这样 然后以后尽量每天给大家去更新视频 让大家看看我和黑米的这种境况 因为有时候一断更 断更十天半个月的粉丝们家里面也担心 所以说以后我尽量做到每天更新吧 因为冬天在家的话 我确实也不知道干嘛 疫情也没法带黑米出去 所以说只能拍点我自己的一点日常生活 带黑米去这里玩玩去那里逛一逛 目前只能做到这点吧 黑米 一叫马上就跑过来了 黑米跑起来是真的帅 那身上的腱子肉 鸡肉 好了 走 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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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的差不多了 黑米也累的 又累又热 走了 带着黑米逛回来了 然后一回到家先给我加小黑米煮个大口吃 我考验一下 黑米对骨头的定力 好不好 我考验一下你 你头头偏到哪里去 现在不准吃 现在没有让你吃 你看这小眼睛 斜着开我 它不是开我 它开骨头 那小家伙太有意思了 看我家黑米的定力 你吓我一跳 还会开鸭 坐好 坐好 让你吃呢 坐好 这小眼睛 吃吧 去吧 黑米 啊 好